欢迎大家收看暗号资产青年 首先看一看2019年8月13日币价 首先Bitcoin的价格回落了一点 比起高峰位大约12000至13000回落了一点 大家可以观望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会说明年金融经济爆破危机 所以趁它低位的时候 其实开始逐渐入少少 都是一个可取的方法 其他的币就比如以太币 其实全线都下跌的 除了Binance Coin之外 对了 我们说回今天的重点先 其实香港的局势就真的比较严峻一些 昨天有一班人去占据机场 其实未来整个经济下行的机会有多大呢 我们看一看 最主要呢 今天会跟大家讲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这个得意志银行就来不行了 第二就是会讲一讲呢 中国的国债呢 其实也是高企的 所以其实是会影响到未来的经济 接着再到最后 讲一讲香港人最关心的 香港的局势 影响到全球的经济 好了 之前在得意志银行7月份的时候 也进行过一个大规模的裁员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有留意的话 都会有看到 得意志银行 其实里面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呢 原来得意志银行 之前是中国的海航控股集团 去持有它的股权 在这个海航的控制之下 这个得意志银行呢 竟然欠债高达40个Billion 而且呢 还会被美国罚了14个Billion的罚款 关于洗黑钱等等的东西 就令到它这个债务呢 其实比较重担 会比较大 那这些新闻也有说 那其实当这个得意志银行支持不住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命运呢 会不会像雷曼兄弟那样 产生骨牌效应 并从而令到这个全世界金融的大海啸呢 其实它底下这个文章也有说到的 那其实这个得意志银行呢 比起当年雷曼兄弟呢 是来得更加严重的 它那个债务等等的东西 其实都不是支持得很久的了 那就会有人问了 那其实政府会不会出手啊 那我们根据一些消息来说呢 其实德国的政府呢 他是不会怎么出手的 在这件事里面 那首先呢 嗯 他们不想帮 第一就是因为这些始终是 他们自己搞出来的东西 还有现在欧洲的经济都不是太过好嘛 第二就是 他们想帮都帮不了 因为德国来说 其实受到这个英国的脱欧的拖累呢 其实 这个欧洲整个的经济下行的机会也很大 而德国更加不能够去独善其身 所以其实 也是爱莫能佐 所以其实有两方面 第一呢 就是他们 不想帮 第二就是 想帮都帮不了的 然后再到第二个了 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说我们中国的国债呢 其实已经超过200亿 占了整个GDP呢 最主要的風險是來自房地產和公司規模的確鑽 去撐住GDP 所以中國國債 中國國內的新聞說沒有問題 這些只是小數目 而比起美國來說 小毛見大毛 但這會不會是下行的因素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最後 香港的局勢 其實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香港的新聞 早幾天 其實香港的機場被一些示威者佔領了 從而令整個機場停止了運作 其實這個對於香港的經濟方面的衝擊很大 因為香港本身是亞洲地區的一個重要的交通樓 而機場的停運呢 令到他們一天損失的金額其實都挺高的 而更加可怕的是整件事是沒完沒了的 除了譬如示威者在地鐵上和警察有衝突等等的事情 其實呢 在民間呢 就發起了一個全民禁錢的運動 全民禁錢運動 那又對於香港的經濟系統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當人們在銀行禁錢出來的時候呢 其實令到銀行的儲備會下跌 而下跌呢 就會令到 港元被追擊的機會也大 那其實港元會不會被追擊呢 其實在大概差不多20年前左右 那港元也曾經被大岸追擊過的 慶幸當時香港的外匯儲備足夠 而可以行於守住這個聯繫匯率的 而當這個聯繫匯率守不住的時候呢 其實 港幣下跌的機會就會很大 不是下跌 而是暴跌 對不對 那意味著什麼呢 意味著我們手上的港幣 其實會變成廢紙 所以其實 這些活動大家想不想應呢 那就大家 按照大家的喜好 當然現在 香港是一個自由的社會 如果你想手上的銀紙貶值等等 其實你可以參與這個活動 或者 可以比較避險的 其實就轉成一些外匯 一些外國的貨幣的衝擊就會比較小 一些 那其實在整個經濟下行的情況之下 其實 黃金呢 在年頭的時候 大概1200元 就急升到這個 1500元美金一盎司 那今天也升了不少了 也升了20元美金 那 而白銀也是 白銀的升幅更加厲害 那 它那個 因為 在之前 黃金和銀的比例 那個 相差比 去到差不多90% 因為 差不多歷史以來的最高 所以其實 白銀反彈的力度 比起黃金上升的速度 其實會更加大 那 如果 譬如 聽眾 譬如香港的朋友 那 在這些局勢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你按錢出來 又會有機會貶值的時候 那 其實 一些 貴金屬 或者一些 蜘蛛 會不會是一些 可以放在自己的 資料裡面 做一些 避險的 投資工具呢 那 這個 大家 研究一下 想想 那我們 再會 如果大家 有興趣 更加詳細知道 譬如 得意志銀行 為什麼 那個 公司會搞到這樣 或者中國的債務 到底現在是什麼情況 或者 中美貿易戰等等 怎樣影響到我們呢 或者我們在這個時間 應該做什麼 避險的 叫做投資 那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那 投資涉及風險 大家也要留意自己的 投資的取向 而我們這個 只不過是純粹給意見 而不是一些 專業的投資建議 大家也要留意 那 好了 在這裡 告一段落 之後會再跟大家跟進 現在這個經濟的走向 多謝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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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